但岛内侵律媒体却唯恐天下不乱 不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论 台湾自由时报5号炒作所谓 大陆部署新型多管火箭系统建制台湾 称加拿大军事杂志发布卫星照片显示 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部 已经部署ZBD-0527步兵战车 以及新型多管火箭炮系统PCL-191 这些火箭弹射程达350公里 能够覆盖整个台湾西部 包括台北 而台湾海峡只有180公里 这些武器能与最近发射的 北斗导航卫星系统联机 进而精确摧毁台湾所有军事基地和重要目标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表示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们愿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是针对外部势力干涉 和极少数所谓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行径 绝非针对台湾同胞